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欢迎来到我们的讲座,我们这是新未名律师事务所,现在是2019年的1月,在UVA,弗吉尼亚大学。 那么我们这个讲座呢,一方面是给大家一个更好的关于律卡申请这样的信息,另外呢,我的同事也会帮助我来录制一下,这样的话放到网上,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人看到。 那么我们这个PowerPoint,slide,我们会在网站上,然后呢,会在我们的YouTube视频,然后这样大家都可以过后看到,然后呢,不见得有什么需要大家记的内容,可以更好的交流。 那我讲完以后呢,我们会有这个Question Answer Session,如果你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呢,可以给我们发email,可以扫我们的二维码。 By the way,呢,这是我们的办公室,我们在Tesis商业区,这就是我们实拍的办公室的前台。 那我们会讲一些什么内容呢,一个呢,背景介绍,目前的律卡的申请形式,还有呢,那我个人啊,可以通过什么渠道申请律卡,有多少把握,我多久能拿到律卡,有多少费用,是吧,大家的常见问题。 我的家人能否和我一起拿到律卡,那我申请需要什么材料,怎样准备,然后有什么注意事项,申请中有什么关键问题。 尤其在这里,大家很多是学生,所以我们会讲到呢,H1B和其他工作签证方面的问题。 安理解析呢,这里我们不一定要讲到,因为在我们网站上,其他地方有很多的案例啊,可能每一个人大家有不同的需求,然后我们可以有这个问答,这一部分。 尤其是呢,上一次我们两周前,是在MIT和哈佛做的讲座,那里呢,可能访问学者来更多一些。 有很多人呢,问到的,比如说这万货免啊,然后公派出国啊,等等这方面的问题。 在这里呢,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可能学生多一些,大家会更多的考虑到OPT啊,工作签证等等。 所以呢,我们过后会更多讲到这方面的内容。 那么左下角呢,是我们的网站,还有我们的email地址,这里呢,还有我们的二维码,这是我们的YouTube视频频道的网址。 我们有将近200个YouTube视频,还在每周都在增加。 那么各方面的信息,大家可以看到,可以有更多的了解。 会根据大家的问题,以及关心的话题,然后来增加YouTube的内容。 这个是我们YouTube频道的一个界面。 现在呢,我们已经有一千多个这个订阅关注的人,那么一直都在增加。 这个我们大概在一年前才开始的。 我们现在已经做了很多的视频。 然后,比较多的视频呢,有上万次的大家的观看点击。 那这些呢,这是我们的视频的一些这个题目啊。 这样很多,可能在这里看不太清楚。 大家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发给你相关的链接,可以看到。 当然在刚才的那个YouTube频道上面,也有整个这个视频的信息。 好,那我们先讲一下绿卡申请的情况,然后呢,以后再讲工作签证。 目前的绿卡申请形式,下一个月的绿卡排期呢,已经出来了。 大家可能有的人知道,一个比较重大的变化呢,是对于职业以及免疫弊类别的呢。 移民局现在呢,都会用这个Final Action Date。 有的同学可能听说过,绿卡排期有两种排期,表A表B,是吧。 Final Action Date呢,一般就要所谓叫表A,就是说呢,等待的时间更长,排期的时间更长。 具体是多久呢?可以看到,看右边的这个数据日期,是Final Action Date。 对于EB1类别,比如结出人才的,要有两年左右的等待。 对于EB2,包括雇主支持的PORM,还有NIW,国家利益豁免,那么呢,现在有三年半的时间。 然后EB3呢,和EB2时间差不多。那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如果我现在开始绿卡的申请,如果我按照结出人才,EB1类别,那么呢,排期就要两年。 所以呢,比较realistically呢,我可能要两年半,或者三年,从开始申请,拿到绿卡的时间。 如果我通过NIW呢,要再长一年半左右。 但是呢,像后面我们会看到,NIW的EB1要容易批。 比如我自己呢,就是在毕业以前,上学的时候提交的申请,得到批准。 我们有很多客户,也是这样的。 如果,那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个理工科的科研人员,是吧? 或者有这个杰出成就,有论文发表。 如果我是学IT专业,会计专业,统计专业,文科专业,等等的呢? 那我毕业以后呢,可以由雇主来支持我绿卡申请,是吧? 那么这个呢,叫PURB,先是通过劳工部来申请,然后呢,再通过移民区。 那么像目前来看呢,一般,估计至少要四年左右的时间,从我开始申请,到拿到绿卡。 在这期间呢,我可以用H&B等等工作签证,在美国生活,工作,维持合法的身份。 这些呢,都是针对中国大陆出生的申请人员,本人和配偶。 如果你,或者你的配偶,出生在台湾,香港,澳门,日本,韩国,等等其他地方。 那么呢,很多情况下,可以不用排期。 但是这要配偶,男朋友女朋友不行。 这个是我们的估计,至少1B1两年半,1B2,4年左右。 这是目前的申请形式,这是2月,1月到2月,排期还是有一些前进,对吧? 这个是我们当时的这个slide,那么现在移民局已经正式公布,要用final action date。 这是目前的绿卡排期形式。 那么,我们看到呢,为什么中国人申请绿卡有这样的等待呢? 是吧,那很简单嘛,中国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申请的人数比较多。 那么从统计上来说呢,大家一般通过什么渠道拿到绿卡呢? 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数字,一般每年呢,拿到绿卡的,出生在中国大陆的人大概七八万人。 这个数字基本保持稳定。 这里面都是具体细分,都是些什么人呢? 很多是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 所以呢,当然如果你和美国公民结婚,可以拿到绿卡,是比较快的一个途径。 另外呢,你自己拿到绿卡以后,几年以后如果加入美国籍,可以申请父母拿到绿卡。 以前呢,有的说美国政府政策要改变了,也已经传说了有一年了, 现在呢,具体的还是没有任何改变。 当然有的人呢,比如说我在美国生个小孩子,是吧? 这是美国公民,能不能支出我绿卡申请? 很遗憾,一般来说不行。 你要等到孩子长到21岁,将来有可能,现在不行。 那么还有其他的亲属,什么样其他亲属呢? 比如绿卡持有人的配偶,说我要来date一个人,还有绿卡,能不能支出我绿卡申请? 可以,但需要排期。 还有什么呢?比如说,绿卡持有人,子女,还有呢,美国公民的兄弟姐妹, 不是每个人都是独生子女,那么出生在中国的呢? 现在,在中国等待绿卡的,就有十几万人,是美国公民的兄弟姐妹。 那么另外呢,还有政治庇护,这个数字现在已经比原来少了很多, 因为美国的政治原因等等吧。 现在呢,一般来说,政治庇护是比较难批准的。 剩下的呢,是职业移民,将近两万人,看起来不少, 但是这里面还有将近一万,是EB5, 所以呢,也是广义的归结为EB类别。 那么其他的呢,大家如果是作为专业人士, 一般来说毕业以后呢,是EB123,这样。 那么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这个全美国在这个2017财政年度一共发了一百多万张绿卡, 应该还是很多的,是吧? 美国呢,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 这里面呢,如果按州来分,我们过Ginia州, 这里显示呢,大概拿到的有三万张左右的绿卡。 那么前面呢,是马州,是吧? 那加州拿到的多,纽约州拿到的多, 其他州为什么拿到的多呢? 很多,是亲属。 职业移民呢,那么在总的绿卡统计数字里, 相对来说是占少数的。 那么这个是全国范围,比如说美国公民的配偶, 美国公民的父母有多少,给大家一个概念。 那么这里呢,是全世界所有的, 比如说杰出人才EB1类别的。 大家知道呢,EB1可以说叫职业移民第一优先。 什么叫第一优先呢?理论上说吧, 就是说排队的时间应当最短,是吧? 应该最快的能够拿到绿卡。 那这里面呢,分成EB1ABC。 简单说一下呢,EB1A是你自己申请的。 杰出人才,不用雇主支持。 EB1B呢,需要雇主支持。 但是呢,比EB1A要容易批。 EB1C呢,是跨国公司经理。 为什么人数这么多呢? 两个原因。 一个呢,是来自印度的申请。 大家知道呢,印度有很多拿一串币啊, 等等IT worker啊,这些人。 印度的排期非常长。 怎么办呢? 有人想办法说绕过排期。 比如说作为跨国公司经理, 从印度直接派到美国来,像这样。 所以很多印度人呢,会想各种办法, 尽量的呢,申请EB1C。 这是一。 二呢,现在中国EB5投资移民排期, 有很长的时间。 你现在开始办投资移民, 按照美国政府公开预计, 可能要15年才能拿到。 那怎么办呢? 中国有很多有钱人啊,别的人, 商业人士, 他可能不愿意一直这样长期的等待。 那么他们呢, 很多更多的人会想办法, 说办跨国公司经理的EB1这个绿卡。 这个呢,这两个原因, 大概是EB1类别出现排期的主要原因。 相应的呢, 排期恐怕也会长期存在, 时间恐怕也不会太短。 那么这些是主申请人的数字, 前面呢,是在美国境内, 交485,完成这个绿卡移民, 拿到绿卡身份。 后面的数字呢, 是如果你在美国境外, 比如说我在广州, 我在中国, 那么要在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 完成移民签证的手续。 那么这些是主申请人, 另外还有配偶和孩子了。 所以呢, 所有的EB1类别, 全球虽然有4万, 名额还是不够用的。 EB2类别有多少人呢? 这个也是一样, 这是全球的范围, 主申请人有这么多。 一般来说呢, 这个数字需要乘以3, 因为除了主申请人, 还有配偶, 还有孩子。 那么EB2和EB3有什么区别呢? 两点区别。 第一呢, 你可以自主的, EB2可以有NIW申请。 比如说, 我是一个博士生, 硕士生, 或者刚毕业了, 专业人士, 我有在本专业有一些成就, 那我有可能申请NIW, 国家利益或米达道理卡, 这是EB2的一种。 然后呢, EB3呢, 不包括这个。 另外呢, EB2和EB3都可以是TURM的申请。 比如说我毕业了, 我找到一家在Tysons工作, 可能计算机公司。 那么这个公司呢, 这个工作职位, 可能只要求本科学历。 那么因此呢, 我就只能申请EB3。 如果这个职位要求硕士学历, 我可以申请EB2。 我自己可能已经有硕士学位, 但是呢, 要看职位的要求。 如果职位只要求本科学历, 那么你就按照就hold。 但是这两点呢, 对于中国申请人来说吧, 不管是EB2还是EB3, 排期时间差不多。 另外呢, 还有EB5的投资移民。 这一点呢, 有一些同学可能知道, 现在投资移民面面对断崖是下跌吧, 因为要等待的时间非常长。 那么这个是大家都是通过什么渠道拿到绿卡的, 是吧? 一般就是这些办法。 刚才呢, 这些是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统计数字。 另外呢, 还有美国国务院的统计数字。 从另一方面, 给大家一个概念。 那么2018财政年度, 刚刚过去的, 中国申请人, 包括家属, 拿到绿卡的数字呢, EB123类别, 主要是这些。 在座的同学和你的朋友圈里, 职业人士, 这个专业的留学生, 或者是访问学者, 这样留下, 拿到绿卡的主要途径, 大概是这些。 这是一个公给的数字。 那么, 我要么是科研人员, 自主申请, 或者我找到专业工作, 由雇主来申请, 或者呢, 我的配偶是这样的, 是吧? 大部分人是这样的。 那么别的呢, 比如说, 怎么说呢? 举个例子, 如果说你在中餐馆嘛, 是吧? 像这样的, 有一些人可能是亲属移民, 有的人可能是政治庇护, 有的人可能通过其他渠道。 这个呢, 和留学生圈子呢, 恐怕这个交集不太多。 这个呢, 是数据。 那么, 从另一方面呢, 潜在的需求有多少呢? 谁会申请绿卡, 谁不会申请呢? 这个我们从统计数字上来估计一些。 这个是从2015年到2018年, 过去四年里, 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签证颁发的情况。 比如你是学生, 拿F签证, 工作专业人士, 拿H签证。 然后有的访问学者, 交流的, 拿J签证。 还有的呢, 法国公司的工作人员, 不仅仅是经理嘛。 是吧, 专业人士, 可以拿L签证。 那么这些数字加起来, 如果我们看右下角的数字, 中一两国, 过去四年, 这就是240多。 这个是人次, 就说呢, 你发一次签证就算一次。 但是大家知道呢, 从2015年以后, 签证的有效期延长了。 学生签证五年有效, 工作签证也至少一年有效。 所以呢, 同一个人多次去签证的情况不多, 所以这里面重复的, 应该也没有用多。 这个表还能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呢? 如果我们看F签证, 这个中国呢, 学生, 留学生数量比印度留学生要多, 尤其是读本科和读博士的读。 印度呢, 很多人读的是短平坏的, 比如计算机的硕士, 读书的读书多呢, 另外一个原因呢, 印度人比如说, 还有一个男女比例的问题, 印度大概是三比, 中国是一比, 印度呢, 很多人有的实际情况, 毕业以后呢, 比如家庭, ranged marriage, 回去相亲, 结婚, 然后配偶可以用H4再来, 这也是原因之一, 印度呢, 这个拿H签证的人比中国多, 比如说有的年头里面, 印度人拿H4签证的人, 比拿H1的, 直接获得颁发签证的人都多, 因为呢, 很多人从印度作为配偶直接来, 那当然另外还有H4EAD的工作, 所以总的数字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 印度人拿到H1工作签证的数据, 是中国的8到10倍, 虽然中国留学生数量多, 中国访问学者也多, 对吧, 所以呢, 如果你在IT公司啊, 其他地方看到有很多印度人, 是吧, 那么这个不足为奇, 从统计上就可以看到这些区别, 那么是不是印度拿到这么多H1的签证, 就占了所有的便宜呢? 也不一定, 任何事情有两面, 那么绿卡的名额是有限的, 是吧, 那你出生在印度的人, 能够拿到的职业移民的绿卡数字, 也并没有那么多, 这就是为什么印度呢, EB2, EB3有非常长的排期, 要10年左右, 而且呢, 前进缓慢, 当然这另一方面,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有条件的印度人, 要尽量想办法办EB1C, 或者其他的EB1类别, 相应的呢, 也造成EB1类别要排期, 客观的原因, 那么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同样呢, 中国的访问学者呢, 这签证的印度多很多, 但是印度呢, 跨国公司的NRL签证的, 这是一个绿卡的需求, 是吧, 目前根据统计, 有30多万中国留学生在美国, 在座的同学们呢, 可能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包括呢, 有读博士学位, 硕士学位, 本科学位的, 另外呢, 还有读中学, 高中的, 是目前在美国中国留学生的数量, 当然呢, 除了中国留学生, 是吧, 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 有一些人从中国直接申请美国绿卡, 过去有投资移民, 现在呢, 也有人从中国直接申请其他类别, 另外当然还有, 世界其他的这个国家的专业人士, 留学生, 而绿卡的名额呢, 并没有改变, EB1是4万, EB2和EB3呢, 也一般都各是4万左右,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呢, 可能很多人感到, 现在申请绿卡不原来更难了, 是吧, 一个是更难批准, 等的时间更长, 那么从统计上说, 如果我们相信美国政府呢, 每年颁发的绿卡数字, 并没有变化, 那么申请人多, 是吧, 水渣船高, 僧多粥少, 相应的呢, 也就造成了这个事情的情况, 大家知道中国有计划生育, 但世界总体来说呢, 全世界, 人口每年净增8000万元, 然后呢, 那么中国, 可能人口增加的没这么多, 但中国有大学扩招, 是吧, 中国大学每年招生, 或者说毕业800万元, 在校的呢, 这个数字乘以4, 就3000多, 那么这个是, 供给和需求的这个情况, 那么一些基本概念, 比如EBYA, NIW, 对吧, 还有美国呢, 这个有NSC和TSC, 这些概念呢, 一般在大家网站上也有, 这个网上, Internet, 另外大家也可以看我们的YouTube的视频, 一些基本概念呢, 我们就不再重复介绍, 那么我个人, 能够通过什么渠道来申请绿卡, 有多少把握呀, 一样呢, 这个Instead of个例, 我们给大家讲一下统计数字, 这个呢, 是我们律所的统计数字, 根据过去, 比如说每年有几百个批准的, 他做出的统计, 是我们律所的一位Intern, 是学统计专业博士的学生, 帮我们来做出的这个数据, 先是这个关于, 这第一个slide呢, 是关于O1签证, 一会我们还会讲到, 那么大家知道呢, 过一段, 就要又是H1B申请的季节了, 是吧, 那如果这个抽签, 是吧, 万一没有抽到, 不能办H1B怎么办呢, 一个option可以选择O1, 但是一样呢, 不是每一个人说, 我想办O1就可以, 那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呢, 有这个表格, 来解释一下, 先看下一张表, NIW的数据, 比如说, 我现在在美国做博士生, 或者是博士后, 我准备申请绿卡, 我说我有一个基本条件, 我侍奉能够申请NIW啊, 那我们有这个统计数字, 可以比较一下, 就像学校录取, 分数类似, 那么左边呢, 那就是说, 这个文章的数目, 论文的数量, 然后引用的数量, 然后审稿的数量, 还有呢, 多久得到批准, 右边行列呢, 前面第一行呢, 这一列是说平均数, 是吧, 这一张接下来呢, 是中卫数, 知道这两者有区别,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25%, 75%, 简单来说, 如果我有六篇文章, 那么呢, 我就比25%的, 已经批准了的, NIW的申请人, 文章数量多, 是吧, 如果我有十三篇文章呢, 那我就比大多数的, 已经批准的, NIW申请人, 文章数量多, 一目了然, 这个数字呢, 实际上可能比大家, 平常感觉的有点, 稍微高一点吧, 那个我们过一会, 会有贯司权昂斯去记得, 这个, 为什么呢, 这个原因呢, 像前面已经讲到, 如果你出生在中国大陆以外, 是吧, 除了中国和印度, Hard模式, 任何其他国家, 地区等等, 这个日本, 韩国, 欧洲, 南美等等这些地方, 很多人只要申请NIW就够了, 并不见得, 一定非要申请EB1, 所以呢, 他们虽然背景比较强, 但是有的人也会选择申请NIW, 相应的呢, 可能本NIW的平均的情况, 拉高了一些, 那么, EB1的数字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显然呢, 要取得EB1的批准, 一般来说呢, 你需要有更多的文章和引用, 一般来说呢, 如果是学术类的申请人, 还需要有一些审稿的背景, 那么, NIW呢, 审稿不是必须的, 当然这个, 文特尔塔, 如果有审稿也会有帮助, 但是呢, 不是一定要求, 我们有一些客户, 没有审稿的IW也批了, 这个时间呢, 也是我们相应做出统计结果, EB1呢, 大家知道可以用Premium Process, 加速神移, 移民局目前呢, 这个费用需要另外收, 1410米, 然后他可以答应说给你15天处理, 15天的处理, 不见得会批准, 也可能15天过了, 让你补充材料, 你可能要几个月的时间来补充, 这是EB1A, 基本的概念呢, 定在我们的YouTube视频上都有, EB1A和NIW都可以自主申请, 我自己今天想申请了, 我不一定要告诉我的导师, 我的PI, 我的Supervisor, Live Manager, 我等到拿到旅卡了, 然后再把旅卡摔到他的脸上, 这个, 你这个可以自己来申请, 然后呢, 这样大家说的印象深刻, EB1B呢, 需要雇主来支持, 这个, 那么为什么要雇主支持呢, 那你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相应的EB1B比EB1A容易批, 很多地方呢, 他学校单位不一定会给博士后, 申请EB1B, 但是呢, 如果你在一个研究性的公司工作, 或者是研究单位作为一个staff等等, 那么有可能能够申请EB1B, 那么同样的这些数据, 到时候呢, 也会放到我们的, 我们现在网站上就有, 但是固定的PDF的, 这样的PowerPoint的slides以及video, 我们也会放到YouTube的视频上面, 这些是EB1A, 然后呢, EB1B, NIW, 刚才还有O1的数据, 这是判断说我是否能够拿到绿卡, 如果你是作为科研人员, 如果不是呢, 说我是学计算机的, 对吧, 学尽叫好找工作, 对吧, 这个市场好好工资高, 对吧, 但是呢, 那我可能不能申请前面的基础, 那怎么办呢, 你做的工作努力一些, 出色一些, 对吧, 找到能够支持你绿卡申请的, 这样的公司, 然后你可以通过PORM来办理, 这个呢, 你就不需要前面这些学术的成果, 那么多久能拿到绿卡呢, 前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基本的介绍,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开始, 一般要几年的时间, 然后呢, 那美国政府每个月呢, 都会更新排期的这个时间, 然后我们的网站, YouTube视频, 其他的, 比如我们在第三方网站写的移民专栏, 上面也会有排期信息, 费用呢, 目前的费用是这样的, 140, 700块钱, 485呢, 那么每一个成人1225, 如果你的孩子是生在国外, 带到美国的呢, 要750美元, 出生在美国, 当然就是美国公民, 是吧, 这个是费用, 然后这里呢,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这是在中国的中介, 他们的宣传, 在中国呢, 啊, 一比五现在关停, 因为潜意的政府关门了, 赶紧办一比万, 所以呢, 从中国这个杰出人才宣传, 说我们原来收39万人民币, 现在只收29万人民币, 是吧, 那么这个, 当然在中国的中介呢, 收的费用高, 但是中国人口基数大, 有钱人多, 是吧, 从另一方面呢, 这个, 大家知道一比五, 我投资移民, 啊, 你需要至少投资50万美元, 还要有几万美元的管理费, 几万美元的律师费, 等等, 然后像前面讲到, 要等15年才能拿到绿卡, 拿到的是临时绿卡, 条件绿卡, 再过两年, 才能申请去除条件, 然后, 这个申请交上去, 还要再过两三年批准, 如果有可能批准, 中间有很多变数, 说这些什么呢, 比如说, 那如果你能够通过EB123, 来申请绿卡, 你就省掉了这些时间, 还节省了这些钱, 是吧, 所以呢, 回去可以对另一半, 男朋友女朋友讲道, 你要记得我的好, 做出了这个贡献, 书中自有黄金屋, 从另一方面来说呢, 就是说你花了很多时间, 取得你的一个资质, 是吧, 至少让它为你所用, 那么, 这个EB1, 杰出人才, 是吧, 大家看到呢, 现在排期会长期存在, 比原来更难批准, 也很容易理解, 因为申请人多, 那方面很多人都说, 哎呀, 我申请绿卡, 怎么样才能带上我的配偶啊, 是吧, 很容易, 简单来说, 140阶段呢, 是个人的申请, 过后呢, 你本人, 还有配偶, 都可以根据你的140, 提交485, 拿到绿卡, 如果配偶不在美国呢, 可以办移民签证, 拿到绿卡, AIW呢, 排期相对稳定, 有一些人可能听说过, 有没有人出来吓唬大家, 说呀, AIW啊, 以后啊, 中国人也会像印度人一样, 排好久好久了, 我们认为不会这样, 为什么呢, 那你不能说随便论短, 要数据说话, 我们刚才看到, 印度人拿H1B工作签证的数字, 是中国人的很多倍, 是吧, 那这一点, 占了便宜, 那其他的呢, 相应的接下来, 就会有平静, 所以, 这才造成了印度人的排期场, 中国人拿到工作签证的没有那么多, 申请绿卡的时候, 可能不用等那么久, 那么NIW呢, 所以相对排期比较稳定一些, 另外呢, 为什么说比以往更容易批准呢, 有的同学可能知道, 2016年12月呢, 有一个新的判例, 被移民局作为新的NIW的申请标准, 我们这个slides显示的判例, 那么根据这个判例呢, 过去需要申请人论证, 要是不给你绿卡, 美国的国家利益就要受到损害, 那这个也可以论证, 但是这难一点, 现在新的呢, 不需要这样, 只要证明说, 给你这个绿卡, 是相对来说, 比不给绿卡要有益, 就可以, 那怎么来论证呢, 比如说, 那你做的这个工作, 比较特别, 是吧, 有一些贡献, 把你留在美国, 对美国国家利益有贡献, 同样呢, NIW是自主的申请, 是吧, 不需要通过雇主, 一人批准, 全家移民, Perm, 那么像刚刚提到, 如果我是会计专业, 统计专业, 或者是IT, 或者其他的专业, 那我不好办EB1, NIW呢, 那我可以办这个Perm的绿卡, 那Perm呢, 是将来的工作, 有人说, 那我如果H1B抽签还没有抽到, 怎么办啊, 这个呢, 理论上并没有影响, 这是分开的, 你现在办H1B, 合办将来的绿卡, 两个彼此独立的申请, 互相并不影响, 如果雇主愿意, 现在就可以为你提交Perm的申请, 但是雇主为什么要同意呢, 是吧, 那一方面雇主也希望, 了解到你今后几年, 可能会比较稳定在这里工作, 是吧, 所以有的同学还此前提问, 是吧, 那关于H1B申请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以前写过文章, 有的呢, 实际上最重要的, 如果我们说的十足一些, 就是一个钱的问题, 雇主答应不答应出这些钱, 来支持你的事情, 那雇主为什么要答应呢, 一样呢, 你做出的这个相应的贡献, Perm的其他方面, 都和EB1A, NIW, 没有太大的区别, 那么区别就在于, 也要雇主来支持, 雇主具体怎样支持呢, 他需要打广告, 和劳工部登记, 就是说呢, 这个工作找不到, 合适的, 有美国身份的, 包括美国公民, 有美国绿卡的人, 来做, 那么做了这个广告, 然后没有人来应征, 或者来应征的人不符合要求, 我们在这里讲到呢, 对申请人来说, 对于科研人员, 我们建议呢, 尽早来申请NIW, 取得较早的优先日期, 为什么呢, 有一些同学可能知道, 你可以申请不止一个140, 不是说我只有一次机会, 我交了NIW, 就不让办EB1了, 不是这样的, 所以呢, 比如说我自己, 在毕业以前, 我还没有博士学位, 然后文章也没有那么多, 怎么办呢, 我可以先申请NIW, 比较容易批, 这个优先日期, 跟随我一辈子都可以用, 过了一年两年, 如果我愿意再申请EB1, 我还可以再这样做, 我仍然可以用较早的优先日期, 如果举一个例子, 做一个比喻呢, 就比如说你先到这个屋子里, 先打卡, 拿到一个较早的这个时间, 然后呢, EB1这个队比较短, 过后你又可以用较早的时间, 同时排这个比较短的队, 两方面优势都可以占到,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 EB1和NIW现在排期时间相差, 并没有那么多, 只有一年多, 而且我们已经说到, 有来自印度的跨国公司经理, 有来自中国的富豪, 都会和你竞争, 讲这些,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恐怕EB1呢, 也不会比NIW将来要短多长时间, 所以对于我们有一些客户, 就没有申请EB1, 通过NIW等一段时间拿到了绿卡, 那么这些都是我将来的绿卡, 大家已经看到, 不管你通过什么渠道,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办, 是吧, 如果和美国公民结婚, 那是另外一回事, 会很快, 如果不是呢, 那么可能要等几年才能拿到绿卡, 尤其我们这里讲到值得一笔, 对吧, 那你在将来拿到绿卡以前, 你目前用什么身份在美国工作生活呢, 你可以申请H1B, 可以用O1签证, 对于有的人, 当然你可以先用OPT, 然后呢, 如果需要的时候也可以申请这签证, 都是可以的, 这样呢, 你可以在美国继续留下, 同时等绿卡, 如果万一不好留在美国, 或者你有别的机会, 想要离开美国一段时间, 到中国工作一段时间, 你已经提交的申请, 仍然有效, 没有作废, 还在排期中, 你在睡觉的时候, 他仍然在为你工作, 将来等排期到了, 你还可以根据这个已经批准的拿到这个绿卡, 那么我们这里呢, 要讲一下就是关于EB1, NIW的策略, 对于自主申请嘛, 是吧, 那你要讲到呢, 说你作为专业人士, 有突出的成就, 那不仅仅要列举数字, 我们举的例子说, 如果只看数字, 那有一个计算机, 一个程序就可以审批, 不需要真人, 那你同样说, 比如我是做生物的, 我有这些文章引用, 另一个人是做机械工程的, 那我们的成就怎么相比呢? 你就看呢, 除了数字要有, 是吧, 但是另外呢, 要看你怎么来描述, 这个一定程度上呢, 和你申请research funding, 那是一样的, 那我做的是神经科学研究, 另一个人做的是, 秀丽引甘腺虫的细胞雕王研究, 是吧, 那这两个申请哪一个应该得到自助呢? 那你这一样呢, 要看你的申请写的怎么样, 那么材料要有侧重点, 是吧, 在实施基础上, 然后凸显你的强项, 有的人说, 那我平常不愿意写这种东西, 那有什么参考的呀? 你可以参考你的PI, 写的research ground proposal, 那PI不会说, 我就想做这个out of pure interest, 那么你就给我钱来支持, 那不会, 那他一定会讲到, 我这个工作有什么重要意义, 有什么样的, 能够解决什么问题, 所以相应呢, 你可以参考, 这个research ground proposal, 里面讲到, 有什么区别呢? 申请funding的时候, 讲的是我将来, 要做什么什么很重要的事情, 你申请绿卡的时候是说, 我已经完成了, 什么样重要的工作, 如果你的PI说, 不行不行, 我不给你看, 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 那你们实验室啊, group, 一般总有个网站, 对吧, 网页, 网页上也会写到说, 我们做什么研究, 这个工作有什么重要性, 对吧, 网页上不会写, 我们整天烧钱, 欢迎大家来加入, 那一定会写到说, 都会说好话, 可以相应的来学习, 不仅仅是内容, 还有这么一个技术, 怎样来描述你的工作, 客观, 证据材料, 除了文章引用, 有的呢, 移民局要看, 你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实际应用, 怎么样证明了实际应用呢? 有各种办法, 你当然如果产品, 比如说, 有一个product, 这个桌子上面, 写上了你的名字, 引用了你的文章, 就专门刻的上面, 当然是最直观的, 这样的很少, 比如说有的产品介绍, 人家有网站, 网页, 上面可能列出了你的文章, 你的名字, 对吧, 有同行对你工作的认可, 然后其他的, 比如说有公司呢, 人家有news release, 内部的这些, 或者学校, 说你做出了什么成果, 这些都是同行认可, 那么有的人说呢, 我有这个专利, 或者专利申请, 这一点呢, 要case by case看具体来说, 我有美国的专利商标局的, 专利律师的举障, 所以这一点呢, 我还是比较熟悉的, 那么要看你的专利是否已经颁发了, 还是在判定, 是否license, 等等, 是否被引用, 总之呢, 当然这个won't hurt肯定是有用的, 具体有多大的用处呢, 我们要具体分析, 还有这个推荐信, 那推荐信呢, 还是要有的, 为什么呢, 你升学什么的, 找工作是吧, 好多时候不是也要有reference, 一样, 那么这个移民局的道理, 它的思路是说呢, 移民官是公务员, 是官僚是吧, 那他呢, 不可能直接了解你做的工作, 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 那所以呢, 那需要有同行评议, 有本领域的专家, 来背书, 那推荐信里讲到, 说这个人做了什么工作, 所以呢, 这个推荐信里面呢, 需要有一些实质性的内容, 关于怎样选择推荐人啊, 像这些, 我们也有单独的, 专门的youtube video, 大家可以参考, 还有的媒体报道, 当然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有, 但是呢, 有的人有内部的, 比如有本校的媒体报道, 还有呢, 除了大众媒体, 还有专业媒体, 有science daily, faculty one thousand等等, 像这些, 这个也可以作为申请的证据, 还有呢, 审稿评判他人工作的经历, 这个怎么来积累呢, 有的说, 哎呀, 我的PI有好多, 他转给我来审稿, 你这样算不算呢? 这样不算, 那需要人家编辑直接邀请你, 你可以对PI讲到, 我为你努力工作, 是吧, 做了这些审稿, 你下回你可以向编辑推荐我, 要编辑直接来邀请, 可以作为一个渠道, 另外呢, 现在有这么多的专业期刊, 是吧, 也有很多, 比如说是华人的编辑, 也许呢, 你可以开会的时候遇到的, 或者联系到的, 或者呢, 发表过你的工作的, 这样的期刊, 他就会了解你, 可以优先联系这样的专业媒体, 除此以外呢, 为会议升高也算数, 为中国, 或者为其他国家升高也算数, 是吧, 像这样呢, 如果中国召开一个专业会议, 可能你一下就选了好几十篇, abstract, 数字一下就上去, 那么, 这是一些基本的信息, 这里呢, 接下来我们讲一点呢, 我们的提供的专业服务, 这个我们, 刚才有的同学可能来的稍微晚一点, 讲一下呢, 有我们的背景和其他的律所不同的地方, 呃, 我自己是通过NIW拿到美国绿卡的, 我是在马里兰大学上学期间提交的申请, 毕业以后得到批准的, 那个时候呢, 中国留学数量还比较少, 相应的呢, NIW也没有排期, 所以申请是一样的, 我们律所除了我以外, 另外还有三位同事, 有理工科的PhD学位, 都是通过EB1A拿到绿卡的, 所以呢, 有亲身经历, 然后呢, 除此以外, 我们律所另外还有两位同事, 现在就是用O1工作的, 有一位是Virginia Tech毕业的PhD, 他的OPT不能延期, 不是STEM专业, 我们为他申请了O1签证, 得到了批准, 然后已经用了三年, 前一段申请了延期, 也得到了批准, 然后另一位呢, 是中国的硕士学位, 然后有一些文章引用, 也申请了O1, 因为H1B呢, 抽签没有抽到, 然后同样也得到了批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呢, 我们有这样的亲身经历, O1并不见得那么难, 同时呢, 我们律所还有三位同事, 我们为他们申请了Perm, 类别的绿卡, 也得到了批准, 所以我们有这些方面的亲身经历, 我们也就了解申请人的需求, 那我和我的同事呢, 也都有科研的多年的经历, 我们有文章, 可以看到有的Google Scholar引用, 我们有一位同事上千次引用, 另外呢, 我们还有同事呢, 也有拿到亲属一笔, 她的母亲先拿到的绿卡, 然后申请了她, 等了几年以后拿到的绿卡, 在提交了移民申请以后, 又申请了OPT, 和OPT延期都没有受到影响, 已经拿到绿卡, 那么我们网站上有更多的信息,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自己认为吧, 我们的学术背景, 专业背景, 能力, 成就呢, 比很多同行吧, 其他的这个律所呢, 要强, 我们有更好更强的背景, 如果是学校专业等等的, 那么, 关于我们能够做的工作, 要更多给大家的介绍, 比如举一个例子, 有的事情呢, 你要根据实际情况, 但是呢, 要看你怎样描述, 比如说, 我开一辆Toyota Corolla这个车, 我可以说, 这个车的安局非常powerful, 这个呢, 是我自己的opinion, 但是我不能说这个车有八个气缸, 是吧, 这个呢, 就与事实不符, 所以类似的呢, 你看, 在绿卡申请中, 我们当然要基于事实, 不可能捏造, 这个是不存在的情况, 但是呢, 要看你对这个事实怎样来描述, 更好地讲到, 那么, 你在本领域取得了什么样的贡献, 什么样的成就, 得到了承认, 前面讲到呢, 我们在申请中, 绿卡呢, 分成两步, 是吧, 140和485的步骤, 那我们会和申请人表示互动, 我们一般用这个Jallbox, 然后也可以通过电话, 通过Email等等这些办法, 有一些申请人会问, 你们都提供什么服务啊, 发现这些, 所以呢, 做一些基本的条述, 还有一些申请人呢, 思虑长远, 那还没有申请, 我将来拿到绿卡了, 我应该怎么交税, 然后我将来要是长期住在中国, 我怎么保持美国绿卡, 这些呢, OK, 也是合理的问题的, 我们也可以针对申请人的要求, 提出解答, 那么简单来说呢, 你即使在中国工作, 也还是有理由, 有可能保持美国绿卡, 我们有的客户, 在中国担任教授等等, 有的已经在中国工作五年, 通过申请回美证, 还保持着美国绿卡, 不需要你半年回到美国一次, 那么这些呢, 是我们在这里说到的基本的事情, 那么关于绿卡申请的, 那么还有一些呢, 大家既然是学校嘛, 对吧, 大家对于这个H1B, 有的申请呢, 有更多的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先解答一下大家, 此前提出的问题, 一会儿呢, 我们再有这个Quest to Answer Session,